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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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录音闖蕩 这个星期六香港跑日马 以为大家有一天走着 原来不是 因為是重要約會的日子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一年一度的澳港杯賽馬 今集看回我們的陣容 就知道我們又到了一年一聚會的時間 今集子民哥 石哥 一起會過來了 牛郎石又在 那我去當職女? 那當然 一年見一次 一年多一次當然是牛郎職女 石哥真的說都沒那麼快 轉眼又到了澳港杯的日子 好像跟你們談完上一次的沒多久 好像還沒落完莊 那隻聰穆明驅 還是這麼精壯的時候又跑了 這次他又會出現 因為今屆澳港杯 當然我們歷來也是 港澳對抗賽 今年其實仍然會是這樣 不過大家的陣容 因為大家出馬的數目 總數就不算很多 9分 所以究竟現在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我先由賽道入手 好 因為賽道是澳港杯 跑千米 是的 那千米的賽道 今集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今天會說兩項賽事 澳港杯其中一項 另一項是個未跑過的 就是澳門賽馬會 三十周年紀念盃 兩個同項屠程 都是千米的草地賽 是的 千米草地賽 當位有點影響 一起步不久 要轉彎 百多米就轉彎 然後去到對面還要收拾 多低要搶內蘭 搶不到的話 挺頭痕的 也有接近三百的 也不是 因為千米草地賽 開始轉彎 但是也要快 慢不行 當然 澳門那條條路 一定要快 究竟影響有多大 原來我們做了一些數據 過去的幾年 五年 究竟內蕩馬 尤其是一蕩馬 以及三甲馬 分佈是怎樣的 原來內蕩馬 一蕩馬 在過去五年 排一蕩馬 五匹 一隻第一 三隻第二 最差的就是跑第四 排一蕩馬 其中一次是醒目明驅 就叫他贏了 上一年跑一蕩馬 排一蕩馬 都跑第二 到了三甲馬 當位分佈 14-18年 其實都看到一些東西 一二蕩馬 或多或少 都是好處 那隻醒目明驅 不是一蕩就二蕩 這麼聰明 所以他已經臨了裝 認識了 但是今年 會不會是三年節 三年霸 今年他的蕩馬 就沒有那麼好處 不是一二 不過也不是太出 四蕩 那外蕩馬 是不是完全不行 又未至於 因為外蕩馬 原來大約看回 總有隻外蕩馬 在外蕩馬 不停地追上來 可以拿到這二三 澳門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用A跑道 全闊跑道 始終都是內蕩 黏著又爛 如果它可以黏著 就行了 尤其是你今次 A難 更加好 正如看 出馬就不多 而且大家都知道 連續兩年都聰無名俱贏 很多香港這方面也是 其實都在討論 看著他也是針對著這場 去拿三年霸 行不行呢 行不行 我也擔心他不行 擔心他不行 就是老了 但是他在香港的表現 也算不錯 金貴 也認賤 季初贏過一場 是的 但我覺得他跑完 跑完那場 他有份跑 其實跑馬也要看對手 究竟對手 有沒有一些新面孔可以激倒 或者舊的有進步 我們看看排位表 好 剛才提過 醒目明區 原來就排四檔 一號的軍哥 就是我們香港這方面代表 排六檔 二號的阿方索 真是長青 在澳門中 不過是七檔 排在外檔 四號的盛衛 他跑後上 排八檔 未必會影響太大 而一檔那一匹 馬上發財 這是難搞一點 因為金貴在香港 是一般的 狀態真的比較差 好了 再看下去 六號文藝學家 香港代表他排到二檔 七號的勁威王 上屆的亞軍 他的檔位都不錯 就是五檔 八號的珍珠勁王 上屆打給冠軍 去年 排最外檔 九檔 而九號的祝福大使 去年他有份參加 他是排三檔 現在其實澳門方面 最快應該是珍珠勁王 出閘 他應該採取快放戰略 但是 待會再看 最近 為何他整天都被人阻 你覺得嗎 有時候 運氣不太好 第一 第二 這次又是 撿到九檔 如果他排一檔 他就好拋很多 相差很遠 相差很遠 為什麼我們會討論 帶頭的馬 我們看回去年的片 就知道為什麼要帶頭 去年 我們其實賽前也討論過 是誰要帶頭 好像想不到 當時 原來弄一弄一弄 醒目明他自己去帶頭 當時的場地 就有點濕了 黏地 對 他帶得挺順 帶帶一下自己的表演 放掉後面 敬威王當時 跟著 後面追上來 那些都很遠 漫馬飛騰來的 自己好像個人表演 但是今年 石哥一來 你說馬雅老了 而且今年的天氣 似乎沒有那麼濕 應該是 希望他跑好地 有嗎 但是他畢竟還有一個 莫雷拉去壓陣 有時候你也不要說 你也要相信人 畢竟他在澳門也贏 我打比 是吧 熟地頭 我也很相信他的 莫雷拉 信錯人 不是 他拼得盡 那些馬真是交到足 最有第二 現在就是這樣 我不是說他不拼 就是這樣 這隻真的 弄得盡一聲 有時候他放完假 你記不記得我發微信那張照片 他在威尼斯人 拿著雪條 吃得像個小孩 可能還沒準備 看看他有沒有準備 人我不知道 馬是否真的老了 或者大家所說是退了 最近聖木鳴區1月27日 就跑過一場 百周年紀念銀瓶 那一場是1800 馬上發財也在 馬上發財也在 馬上發財也在一起看 馬上發財 就是在時時精彩的內側 完全沒有招架之力 聖木鳴區其實也不是太好制裕 去到差不多末段時候 有一點左 不過他也追到一些 為什麼呢 其實未必他很厲害 因為前面的平湖之星 放乾了馬克羅斯 和庫羅斯光的兩兄弟 大家就抱住了 所以回到第三 你發現他衝下去 不是太厲害 但那時是1月27日 好了 到2月22日那一招 這次莫雷拉 特地試襲過來 沒錯 大家覺得他試襲的表現如何 相隔了一個月之後 現在就蓋住了 我想他應該的評分 是比較高的那隻馬 在這裡 第一就是這樣 隔壁那些比較質身的馬 新田湖姐、魚王 那些班次都不同 對 他只是牽著 一點點 也不是不讓他走 不過他就不太用力 我就沒有了 我只記得他贏寬樂之光 那就算了 其他你不要跟我說那麼多 但是他現在始終是 協助兩屆的冠軍 看看可不可以爭取三年節 不過除了他之外 有些新面孔出現 香港這方面都有新面孔 就是文藝學家 他第一次去到澳門作賽 如果說文藝學家 對比聖木鳴居 可能說個fit這件事 他真的更fit 是啊 跑馬地 這兩場他都跑得好 高柏新也很fit 記者招待會 他都親自去到 不過沒有人認識他 幸好我們還有些記者 有些記者朋友認識他 我懷疑他短短路的爆炸力適合他 很厲害 就是這樣 短短路有威力 最近剛才我們看了 輸給仙怒光輝這場 其實我們有點替他不值 好像大家看到 誒上誒落 追到過來 就剛剛仙怒光輝的頭落回去 就輸了一點點 但是那場馬 他走起來 後面的對手 只有他一隻可以做到這樣 後上都難的 都不是二後上 但他起碼有一個肯定 百分百狀態好 在這堆香港馬之中 還有他所說的後上 他並不一定要留到很後的 他可以在大約三四位 這個就是他的優點 即是不拼得這麼出都可以 那場都 蔡明少也拼得很出 還有他守著內檔 這次是在裡面 入籍路一端就出來 蔡明少就很熟悉他 因為最近贏馬上名 全部都是拍他的 所以這次都是有備而來 不過香港似乎 聖木明區文革學家 就比較fit 但是我在這個時候 我就想看 fit 一點的澳門馬 因為最近 其實這場馬 珍珠敬王 敬威王 那些 最近都跑得不錯 是啊 當然 跑得不錯 才可以代表澳門 不過 就是震珠敬王 叫做 還沒正式對過香港 看看他 敬威王 祝福大師 他們都試過跑在一起 這場馬挺特別的 跟他們的珍珠敬王在前面 春季錦標是二級賽 2月3號 同路程 那場馬 珍珠敬王就一貫跑回自己 雖然贏不了 但第二都掉在後面 但是那些敬威王 成衛 會不會突然跌了 為什麼這場馬 就是這樣 跑馬 有時候就會這樣 有些事情不能解釋 但之前跑得不錯 可能去部署跑澳港盃 有時候 大家看那麼久跑馬 都會知道 對不對 不是長長一定要硬砌 為什麼呢 解釋我們 突然跌那麼多 我們解釋不到 但是有些馬 我們找到一條片出來 大家可以自己比較 他真正面目是這樣 那隻成衛 應該是可以比較得到的 是 這次我們都拋了頭 成衛和阿芳索 1月19日的時候 跑過一場高班賽 這場是一二班賽 其實路程是短的 我看完千二 那隻成衛又拼了出去 灰馬很容易看 淺藍帽 在外套中 但是他打了幾點 真量很厲害 所以他那場30倍 根本沒有信心 大家都沒有信心 他差點贏 拼頭 甚麼拼頭 拼頭 他也是贏 但是拼頭 拼頭 就是說 那個才是他的真面目 上一場在後面 好像跟跑 好像不算太做得準 所以上次春季錦標 他跑了一千五個 看好的時候 他又不行了 不行 那這次怎樣呢 可不可以做出好戲呢 這次當然是被人看低一點 因為有些香港馬 還有澳門馬也很兇 對著那群澳門馬 他都不是那麼高 那兩位 剛才我看了那麼多片 醒目明他也有 還有澳門馬不是太差的話 想大家排一排序 石哥 要你選首選、次選、三選 你怎麼排法呢 我呢 我喜歡這隻勁威王 因為他也有很多配備改 如果大家喜歡這件事 換了一個開逢眼疾 起碼一個鬥志 他一遇到李森有這些東西 那就… 已經是他的關技 這個很重要的資料 也要盡量 這樣吧 但是呢 我就覺得 如果排第二 我喜歡這隻文藝學家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 跑擇場都對的 發揮局也好 應該澳門也好 是吧 聽聞說 高伯新說的 他就算有點軟 他也可以的 但是我一查這紀錄 你知道香港 我沒有什麼跑 沒有什麼軟地 但是另外還有一隻 年輕一點的馬 我也是 當你不太喜歡成衛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一聲 Thank you Thank you 所以剛才拿了他的真面目 先看看 不要被他嚇到 很厲害 成衛可能考起你 因為他的蒲文名 不是英文名 叫做 Obrigado Maes 就是十分感謝你 沒錯 好,志文哥 你又如何排排 我也是喜歡狀態 最好的是文藝學家 因為我認為文藝學家 尤其是短短路 看他跑馬地跑得那麼好 第二隻 我也是喜歡亞方索 因為亞方索和第三隻 就是勁威王 劉子森和李森 劉子森 星期二 最重要是操亞方索 還有一會兒 那隻聖靈之刀 很緊張 另外星期二 李森全面 那些馬出來 辣操 都是有備而來 看來為這場賽事 都是有備而來 第一節我們先討論澳港杯 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 就討論澳門賽馬會 三十週年紀念杯 我們先討論澳門賽馬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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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